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以说啊 打小我也是在石刹海边上玩大的 跟那地方挺熟 今儿呢 咱不如就顺着这话头咱们聊聊石刹海 石刹海为什么叫石刹海这个事啊 主流说法有两种 一种说法是石刹海前后左右 原先连和尚庙在尼古安总共有这么十座庙 这您都知道啊 文言的说法又叫刹 石刹海指的就是庙说事 所以叫石刹海 还有一种说法 查到一九五几年那会儿啊 现在宋庆龄故居旁边的胡同里头 还有一座小庙 那座庙的名字呢 就叫石刹海寺 石刹海指的是这一座庙说事 所以叫石刹海 那么说来说去 石刹海其实是普通话里边的说法 眼下您看跟石刹海周围的胡同里边溜达 碰见和我岁数仿上仿下 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 人家就得告诉您说 你这儿啊 叫石刹海 我大小就跟石刹海边上打鱼捞虾 夏天光是屁股 跟这儿游野涌 冬天穿着老棉窝 跟冰面打戳料 没留神 半截身子还能掉冰窟窿里边去了 石刹海在老北京话里边 为什么又叫石刹海呢 这事您要想掰着清楚了 往根上倒啊 就得是五百多年以前了 明成祖 永乐皇上朱棣 修北京城的时候 您得往那儿倒 眼下施工队 您甭管盖楼 还是盖别的什么建筑啊 都得先垫机 这架上仪器 跟那小望远镜似的 具体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啊 还得派个人举着小冯旗 举着这个标尺 到处找基点 找准了基点 再以这地上为中心 打地基 弃砖 永乐皇上不来这套 人家玩的高科技 什么高科技呢 玉比亲书 北京城三个大字 绑在剑杆上 然后让大将军徐达拿着这支剑 站在高处 卯足了劲 朝南边射一箭 那么刘伯温呢 带着几个人骑着马 跟旁边等着 等着徐达射箭 永乐皇上是裁判 举着手喊 走你 喊的什么不知道啊 我得瞎想 徐达这箭一出手 刘伯温就带着人撒哑的骑着马追 箭头最后吊在哪儿 北京城的基点市中心就定在哪儿 哎 这叫闷着雷 天狐 哎 怎么地怎么地 砂锅捣算 一锤的买卖 您甭说 徐达这一箭啊 涉的还真远 哈 这一家伙出三环了 北京南边 大兴我马场那边 有个地方叫南苑 箭头最后就要掉这地方了 当地老百姓得了信以后 不乐意呀 啊 我们跟这地方祖祖辈辈 住了多少代了 好 我家人来箭头 就让我们收拾东西搬家 这还有天理吗 这个 这事不能这么干 您得想折 哎 想什么折呢 把这箭头给拔出来 反方向朝北射 你再给它射回去 刘伯温骑马正往南跑呢 马上就到南苑了 眼瞧这支箭改方向了 要朝北飞过去了 就去这种场面 您琢磨琢磨 好像也只有动画片 猫和老鼠里边能看见 现实生活里没有啊 它不科学呀 那么刘伯温讲科学 就得找南苑当地的老百姓 调查调查 研究研究 南苑的老百姓也有主意 大伙公推了这么一位说书先生 跟刘伯温讲科学 说这个大人 您不知道 你们这地方吧 常年刮大风 刮东南风 刚才就是 你眼瞧着这箭射过来了 也是赶寸了 刮了这么28.5级这么一场大风 这箭射让这风一吹就拐弯了 要我说这也是天意 皇上再大 他也大不过天气不是吗 您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刘伯温 那扮个活神仙啊 掐指一算 前职500年 后职500载的主 您这套话 那指定是糊弄不了他 但是糊弄不了归糊弄不了 这老哥们心里合计 这事也是 老百姓住得好好的 皇上设了一件 就让人家抛家舍业的 给他腾地方 这仿佛是有点缺德 这所幸 刘伯温就默认了 顺水推舟 就来了这么个装糊涂 但是装糊涂归装糊涂 刘伯温也有条件 不能白帮忙 什么条件呢 永乐皇上要修北京城 资金有缺口 南院的老百姓 得给皇上拿俩钱 南院老百姓一合计 拿俩钱拿俩钱呗 只当是破财消灾了 没想到这钱 后来一花就秃鹿了 南院的老百姓实在没辙了 又把那位说书先生使出来了 找刘伯温去了 您甭说 这位说书先生还真是高人 见上刘伯温又编出这么一套画来 说大人您看 您是南方人 是吧 打南辈过来的 南辈 苏州昆山有个地名叫周庄 周庄有个大财主叫沈万三 就开肉联厂直播带货 卖肘子那位 万三提棒 您都知道是吧 我们现在实在是猫肝转静了 真没钱了 您就算把我们船宰了 这也拿不出钱来 与其这么瞎耽误功夫 您还不如赶紧把沈万三找来 让他出俩钱了 刘伯温这人 这也是听人劝吃饱饭 真就把沈万三从周庄给搂到北京来了 来了以后别的不说 就俩罪给钱 不给就打 沈万三也实在没办法了 就带着刘伯温 上石刹海这地方挖银子 总共挖出了十个地窖 地窖里边蛮蛮当当 顶盖肥 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永乐皇上就拿这沈万三这笔银子 修到北京城 那银子挖走了以后 地窖就空了 留下十个大坑 天长日久 大坑里边就存了水了 就变成了今天的石刹海 石刹海原先是沈万三 埋银子的那个地窖 所以叫石刹海 老百姓传来传去 传走进了 慢慢的就传成了石刑海 有朋友就问了 钱哥您说这都靠谱 我只能跟您这么说 民间传说 我就这么一说 您就这么一听 您也别太较真 话说回来了 石刹海原先是 沈万三埋银子的地窖 这个事跟历史上 也不能说是一点影都没有 回头您有空可以翻翻明史 那上的白纸黑字写着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 修南京城的时候 修城墙的工程款 就由沈万三入的骨 明城堵朱地修北京城的时候 沈家的后人多少 可能也出了俩钱 咱们花分两朵各表一支 再说说南院老百姓射回去的那支箭 最后唠到哪了呢 您肯定存着疑问 是吧 按老北京民间的说法 这支箭最后就唠到石刹海东边 古楼大街后门桥那位置 永乐华得着信以后就派人在箭头落地那位置往下挖 挖着挖着就挖出了一块石碑 石碑上刻着北京城三个大字 朱地一看这天意呀 既然是天意那就不可委呀 是吧 所以明朝北京城的基点市中心就定的今天石刹海后门桥的那个位置了 这事能要说是瞎编 也不能完全说是瞎编 是吧 眼下好多外地外国的朋友来北京都讲的逛过南罗 就就南罗不下 南罗不下可以说紧挨着后门桥 这条胡同里边 有一块大概一百年以前立的石碑 叫北京水准碑 按这块石碑上刻的字来说 南罗的海拔是49米 那得算当年整个北京城地势最高的地方了 南罗不下旁边后门桥底下有一块明朝的石碑 上头还真就刻着北京城三个大字 老北京有个说法叫水淹北京城 水淹北京城意思不是说真的发大水啊 把北京城给淹了不是这意思 意思就是说石刹海涨水 水位没过这块石碑上刻的北京城撒字 那么这说法什么意思呢 现在您听新闻 新闻里边说什么什么地方发大水 超过警戒水位 刻着北京城撒字这块石碑 实际上就是明朝人立的标尺 石刹海的水位 要是能长在石碑上刻着北京城这撒字这地方 那就算是超过了警戒水位了 全城的老百姓就得提高警惕 做好防汐准备 我小时候您都知道是 北京市少年宫合唱队的 那时候北京市少年宫在 景山公园的北边 每礼拜参加完活动 我兜里要是有俩钱 那就出景山公园西门奔北海 要是罗锅上山前景 那就得出景山公园北门 走鼓楼大街奔石刹海 北海公园能玩的项目 石刹海差不多都能玩 还是免费的 不要门票 这有些事呢 北海公园里干不了的 到了石刹海 他就可以干 没人管 您就拿钓鱼来说吧 多的您见过 有人跟北海公园水边上 架根鱼杆钓鱼玩 没有吧 要真这么干的话 甭多了 超不过十分钟 就有带红屋的老大爷 过来跑来罚款 弄不好的话 鱼杆还得没收 那么石刹海呢 直到现在 就眼下这月份啊 您去看去吧 岸边上长鱼杆 短鱼杆 海杆手杆 多了去了 我小时候 要是想去石刹海钓鱼 家长肯定不支持 坚决不能给买鱼杆 怎么着 怕影响学习 也怕出危险 不给买鱼杆 咱们也有解决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这个清洁工扫大街 学校传达师 老大爷扫操场 那种大猪扫 您都见过吧 找一把这种大猪扫 挑这长得顺溜的竹子 拆下一根的 竹杆上头绑根鱼线 牙膏皮拿剪的脚一块当千钻 自行车汽名车弄一截当这飘坐 家里的鸡毛胆子上拆根鸡毛 拿鸡毛最下头那段白羽毛杆当飘 我姥姥做针线活用的针 朕老太太不注意偷一根 拿钳子给他脚的长短合适了 窝个鱼钩 这就算齐活了 那位问鱼石怎么解决 鱼石的事最好解决了 到石大海岸边 随便找块绿地 看准了有蚯蚓屎的地方 您就朝向挖就成了 蚯蚓钓鱼比什么鱼石都管用 您要是说 我没地方拆臊子去 我没地方拆鸡毛胆子去 那这些手续都可以免了 随便弄根线轴 线轴绕几根鱼线 大概一两米长就够 鱼线有个钩有个准 就算齐活了 趴的石大海岸边上 您就能钓小鱼玩 石大海的岸边 全是拿石头砌的 直上直下 水面以下的石头上 全是青苔 爬的全是罗瑟 还有一种小鱼 学名叫棒花鱼 全国各地都有 北京小孩管这种小鱼 叫小趴虎 南方也有叫花里棒子的 壁虎鱼的都有 壁虎老北京叫歇了虎的 您都见过 平常喜欢跟墙上趴着 是吧 小趴虎呢 跟壁虎可能是亲戚 闲的没事就喜欢跟岸边的石头上趴着 这种鱼正经拿鱼竿钓鱼的大人 就根本就不惜的钓 纯就是小孩钓着玩的那个玩意儿 小趴虎说句难听话 有点缺心眼 就钓这种鱼根本就用不着什么技术 全看眼力 小孩趴着石大海岸边上 脸朝下往水里边看 看见小趴虎跟那趴着呢 就把挂着蚯蚓的那小鱼钩 慢慢的您往下放 一直放在他嘴边上 小趴虎说的是纯肉食鱼 您别看他小 最爱吃蚯蚓 素食不吃 或还挺猛 也挺傻 挂着蚯蚓的鱼钩放下去 咬着就不撒嘴 哪怕说鱼钩实际上没勾着他嘴 那也不撒嘴 咬钩以后 小孩低了这鱼线 您往上拽就成 绝对没跑 感觉叫什么火鳞片 比小趴虎就难掉多了 那真的得讲点技术 有朋友问 什么叫火鳞片 火鳞片 学名叫这个 庞皮鱼 也是全国各地河沟里都能有的 就这种鱼啊 个长不大 全身的鳞 它反射着那种七彩的亮光 特别漂亮 所以北京城小孩 管这种鱼叫火鳞片 现在好多年轻人 都把这种鱼当宠物养着 火灵面这智商就比小趴虎高了 蚯蚓放下去 用钓鱼的行话讲 光作 他就不咬钩 多顿把那点蚯蚓给作干净了 多顿算一站 那钓这种鱼 你就只能凭运气 鱼钩就不成了 必须得专门拿这个 糊窗户用的沙窗 做个篓子 篓子里边放几块羊骨头 为什么放羊骨头呢 羊骨头味大呀 能把鱼给招过来 实在逃不着羊骨头的话 拿香油 二锅头也成 活块面放篓子里 那也成 篓子上头双根绳 把它沉到十大海的水里边去 然后跟岸边上找银梁地方 坐那么二十来分钟半个小时 篓子里没准就有鱼了 会运气好的话 可能就有火帘片 顺手还能捞上几个小虾面 找干净的玻璃瓶 灌上水 再捞几个螺丝 再捞两根水草 最好是那种 一丝一丝的浅绿色的 那叫灯笼草 火帘片 小虾面 往罐子瓶里这么一放 意思好像 不比现在那个花成百上千 买那水租箱 手里滴了着这么个小灌子瓶 那可不能马上回家 得找人多 热闹的地方 闲闲闲闲去 十大海那边什么地方 人最多最热闹呢 那位说酒吧街呀 十大海酒吧街 实际上是200几年以后才有的 我小时候没有 三四十年以前 十大海那边人最多 最热闹的去处 那就得说 十大海东边 后门条旁边 地安门百货商场 老北京人逛商场 有个说法 叫东西天地 四大商场 东指的就是东四那边 有个叫东风市场 东风市场 再往早了说 那就是老北京的东安市场 现在您去王府井步行街溜达 还能看你一个新东安市场 新东安市场的根 就是打那来的 那西就不用说了 指的是西单商场 全国人民都知道啊 天呢 说的是天桥百货商场 这商场眼下还有 就是我们德云社老天桥旗舰店 稍微再往南这么一走 就那地方 东西天地四大商场 这个地指的就是 地安门百货商场 地安门百货商场 是1953年开的业 龙共就开了66年 2019年8月31号 关的张 这商场的门脸还在啊 已经改成饭馆了 也是个北京老字号 就是现在您坐地铁八号线 石刹海站上来的那位置 眼下好多商场超市 搞促销 赶着逢年过节的时候 24小时不打烊 这周最早就是 地安门百货商场玩起来的 1981年 全国各地的国营百货商场里边 地安门百货商场最早带头 开始延长营业时间 办夜市 国营百货商场 怎么就想起来要办夜市呢 那时候人跟现在 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多数都有单位 压根没有自由职业者 跟你说 大伙都跟单位上班 每天工作八小时 一礼拜上六天班 就礼拜天休息一天 白天从周一到周六 根本就没有时间逛商场 百货商场延长营业时间 弄个夜市 老百姓下班回家 吃完了饭 看完了电视 就可以有个地方溜达溜达 商场呢 也能多卖点东西 多赚点钱 商场开夜市 人气忘了 商场外边 大马路边上 卖各种小吃 冷饮的小商贩 也就聚集起来了 我小时候逛地安门百货商场 不会买东西 主要是为了免费 蹭人家商场里边 那空调冷气 凉快够了 溜达出来 花三分钱 跟商场门口 买根冰棍 什么小豆的 红果的 是吧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右手低了 这装小云的 这灌豆瓶 左手举着根冰棍 一边走一边缩了 溜达到 鼓楼墙根底下 抬头一看 脑瓜顶上 先是密密麻麻的电线 电线上的呢 是住在鼓楼里边的小样 也是密密麻麻 乱了轰轰跟天上飞 赶上乌龟电车 开过来的时候 电车到了 鼓楼路口这 迅速拐弯 电车顶上那两根 接电的那大鼻子 挨着电线那边 啪打个火 天日飞的小样 啾啾啾 这么一叫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 石刹海 我小时候的 北京 我的北京 石刹海的北京 天滩方风中的北京 胡同里长大的北京 我的北京 冰糖葫芦的北京 光顾楼大街的北京 再也回不去的北京 八百多年 八百多年以前 北京 叫金中都那会儿 石刹海 不叫石刹海 叫白莲潭 这事儿有不瞎说 这个金史 何旧志里边提过 大概意思就是说 金朝顶都北京 把金中都盖起来以后 为了往金中都运粮食 就在高麟河 白莲潭 也就是后来的石刹海 这些地方 修船闸 挖运河 白莲潭的那个白莲 指的是白色的荷花 说到这儿 有朋友就问了 荷花的颜色多了去了 石刹海 金朝那时候 为什么非得叫白莲潭呢 这事儿得根儿 归了包旗 还得往北京人的饮食习惯上倒 眼下全国公认 最好的藕 产在湖北武汉 武汉人吃藕 看内涵 讲究的是 整根的藕 咔嚓一声 切开 必须得看见九个眼 九孔藕 武汉人觉得 那是最高档的藕 北京人吃藕呢 看颜值 讲究的是外在 只吃开白花的藕 觉得开白花的藕 筋特别少 淀粉多 水也多 嚼在嘴里特别脆声 就跟吃大烟迪似的 老北京人给这种藕 起了个名叫国藕 北京有海淀区 您都知道 海淀俩字都是带水的 带三点水 是吧 一看您就明白 肯定跟水沾边 不用往远了 说大概一百多年以前 现在全国有名的 清华北大中关村 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水泡子和钩子 整个华北地区最高档的藕 原产地在海淀温泉镇 这种藕就叫温泉藕 温泉藕不光海淀这边种 北京城里只要有水的地方都能种 老北京人公认的最好的藕 产在什么地方呢 您知道吗 我不说您准猜不出来 老北京人公认的最好的藕 产在紫禁城墙根底下 桶子盒里边 这种藕又有个专门的说法叫玉和藕 明清两朝紫禁城里边 有皇上的时候 皇上每年夏天就拿这个玉和藕当冷饮吃 具体怎么个吃法呢 新鲜的藕从桶子盒里边挖出来 去皮切成藕片 新鲜的脸蓬 从桶子盒里边摘回来 鲜莲子包皮去心 每年进了三肤天 核桃树上的核桃 虽说还没有彻底熟透啊 核桃里边可已经也有了仁了 这种核桃仁是嫩的甜的带水的 跟干核桃仁口感不一样啊 鲜的嫩核桃仁 给它从壳里包出来 去了外边那层黑皮 再就是鲜的甜性仁弄点 大型西瓜把仁挖出来切块 找个羊脂玉的大盘子 盘子上先铺一层冰 冰上铺一张翠绿翠绿的鲜荷叶 各种预备好的果料 全给它整整齐齐码在荷叶上 这么一盘东西 往皇上跟前一端 清香扑鼻 呼呼呼 还往外冒着白气 不用吃 光看着 人就觉得凉快 明清两朝皇上吃这个冷饮 拿着石栈海边上 就是老百姓夏天的一道传统小吃 叫冰碗 石栈海有个荷花市场 好多朋友都逛过 前几天咱们也聊过 按老实年间的规矩 荷花市场的季节性特别强 不是全年都有 每年固定从立夏开始 一直办的阴历七月十五 鬼节那天就得收摊 每年立夏节气以前 大概头半个月吧 各路买卖人就开始围着石栈海搭棚 他们搭的那个棚用现在的话讲啊 都是这个清水棚 一半在岸上 一半在水里 为的是借这么点水气和风 显得凉快 以前的石栈海不光产藕 还产莲子 还产灵甲产鼻气产老鸡头 这什么叫老鸡头呢 就是南方人说的那个芡石 芡石结的那个果 外形看着跟鸡脑袋差不多 所以老北京人管这玩意叫老鸡头 包出来的芡石呢 就叫鸡头米 灵甲外头有硬壳 老鸡头包开以后 里边一粒一粒的鸡头米 也有硬壳 一百多年以前 什么石大海边上啊 这个卖这两样东西的人 都得预备一把小夹饺 您要说我不打 当时吃 想打包拿回家去 人家就拿着这小夹饺 咔嚓咔嚓这么几下 把鸡脚和鸡头米 就先给您夹个一道份 然后拿鲜河叶一包 递给您 为的是方便您回家 直接用手包着就吃了 您要说我当时就吃 不往家拿 那就可以配上这么几样别的东西 哦 鼻气 和它人什么的 做成冰碗 吃冰碗 要是不喝两口 来二两 那就削削的 差点意思了 老北京有种特产 叫莲花白 莲花白说白了 就是拿这个白莲花泡的药酒 喝到嘴里 单有这么一种 荷花的清香 这种酒 事先装在那个 青花瓷的那个 小酒壶里边 搁在冰桶里头 镇上 一个小冰碗 配上一小壶 冰镇的莲花白 坐在石刹海边上 小风一吹 小酒一喝 旁边还得有个人 给您唱着 这么一段 石不弦莲花漏 是吧 六月三福好热天 石刹海贤 正好赏莲 男男女女人不断 听完大古书 再听石不闲 逛河样 裹的摊全 西瓜香瓜 杠口甜 电视剧 石刹海里边 刘佩奇老师 演的那位 国宴大厨 跟家里边做饭 做的六个冷昏 八个热潮 外带六点小点心 这六点小点心里边 有一道姜米藕 就是原先老北京人 逛石刹海 荷花市场 必吃的东西 吃姜米藕标配 得再来玩荷叶粥 荷叶粥眼下全国各地 主流的做法 都是拿这干荷叶 按七茶的路数来 先煮荷叶水 再拿荷叶水熬粥 老北京石刹海 荷花市场的做法 是先熬粥 熬这个纯姜米的白粥 里边什么都不放 粥熬得了以后 趁着那滚烫的热乎劲 拿一张从石刹海里边 刚摘的鲜荷叶 正面朝下 当锅盖 给它盖在粥上 然后让粥自然冷却 粥是滚烫的 荷叶让热气这么一须 香味自然而然 就渗到粥里边去了 揭开荷叶一看 原先雪白的姜米粥 这时候都满变翠绿的了 这时候呢 再把粥这个锅 整个放到冰桶上 镇着 现吃现成 这已经半凝固了 跟果冻似的粥 从锅里拿这个勺子 铲住一块来 装在雪白的 细瓷小碗里头 斧头再撒上点青红丝 撒上点山楂高切的丁 再足足的浇上 这么一勺糖桂花卤 这就是老北京石刹海 荷花市场里 最地道的荷叶粥 加在水边上 摘荷叶的方便的朋友们 回头您可以自己熬粥 自己试试 感觉怎么样 您也可以在咱们圈子里头 咱们分享分享 我们也大伙 也听听您的心得 得嘞 咱们今儿就聊到这 下回咱们接着说